一人的猪肉卖40文一斤 这个男人的猪肉只卖20文一斤 想买肉的人听到男人的吆喝声后 纷纷都到他的摊位去买肉 其他肉贩子见了自然不服气 他们一起找男人算账 他们见男人不听话 就准备围殴 奈何战斗力不足 没几个回合下来 所有的肉贩子都被他给打残了 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去阻挠男人低价卖肉了 男人就这样挑着猪肉 走街串响的叫卖着 这天他来到素贞家门前叫卖 素贞的儿子听到有人喊卖肉 便缠着母亲想要吃肉 毕竟他们已经好久没吃过肉了 可素贞家并没多少钱 但见儿子十分想吃肉 就带着儿子开门去买肉 没想到男人被素贞的美貌惊艳到说不出话 素贞见他不说话便走到摊位前 羞涩地从身上掏出三文钱 虽然男人的猪肉已经很便宜 但三文钱根本买不了多少 可男人见他长得漂亮 就割下一块肉包好 说自己准备收摊 这些肉就卖给他三文钱 素贞并没在意 拿了肉就回了家 可男人却对素贞念念不忘 当晚就动了邪念 他趁天黑偷偷爬到素贞家的墙上 正好看到在洗澡的素贞 这一幕看得男人直吞口水 就在他看得入迷时 打羹的声音才让男人依依不舍地离开 第二天一早 男人就早早地在素贞家门口卖肉 从邻居口中得知素贞的丈夫两年前出海 到现在还没回来 大概是遇难了 因为没有经济来源 素贞和儿子只能过着吃不饱饭的日子 听说还欠了别人不少钱 了解到素贞是寡妇后 男人露出了贤魅的笑容 而素贞怕别人说闲话 所以很少出门 做了一些手工活都是让儿子去送 可当男人看到素贞的儿子出门 便主动上前套近乎 还给他送上一块肉 不过素贞经常教导儿子 不能随便拿人家的东西 见孩子不收 男人就响应塞给孩子 儿子便把素贞喊了出来 男人刚举起肉 还没说什么 素贞就说 对不起 我们有钱买 快把这东西拿给张大神 好 说完素贞就准备关门 男人凑上钱用手抵住 少奶奶 小孩子喜欢吃猪肉 你就拿去吧 有钱再给我 没关系的 还没等素贞开口 男人就把肉放在了架子上 然后假装好心地关心起素贞来 素贞自然听出了男人的意图 瞬间变脸 让男人带着肉离开他们家 不然就要报关了 见素贞不知这一套 男人只好拿着猪肉走人 越是得不到的越是让人骚动 当晚杀猪的时候 男人就立下誓言一定要得到素贞 之后男人就开始天天缠着素贞 可自从上次说过那番话后 素贞已经对他没了好影响 见死缠烂打的套路也不行 于是他便来到尼古安找案里的月仙帮忙 而男人和月仙其实都不是什么好人 男人原本是一个江阳大盗 月仙则是青龙女子 为了躲避官兵的追捕 男人逃到青楼 花言巧语的哄骗月仙 跟他一起亡命天涯 逃跑的过程中 两人配合杀了来追捕他们的官兵 之后又逃到一座庙里 庙里的老尼古好心收留了他们 并拿出祖传的续命单给他们疗伤 而得知庙里就他一个老尼古后 月仙动起了歪心思 于是两人将老尼古杀害 霸占了这座小庙 略先摇肾一变 成了庙里的仙姑 而男人则经常去偷别人的竹 杀了之后到镇上交卖 所以他的猪肉才卖的那么便宜 也就是在卖猪肉的时候 见到了貌美如花的素贞 本想软魔鹰胖拿下素贞 奈何素贞不吃他那一套 所以他只好来找月仙帮忙 让他帮忙拿下素贞 可月仙也是男人的情人 自然不肯 男人就拿月仙是假仙姑的事威胁 月仙也知道两人撕破脸的话 吃亏的只有他 他也不想再过那种亡命天涯的日子了 于是答应帮忙 好嘛 就帮你这次忙 可是 你不能有了他 就把我给忘了 你放心 当然不会的 好热 怎么了 好热 我全身怪怪的 好难受 天气这么闷热 又穿这么多 当然会不舒服了 不 你不要脱我的衣服吗 都是女人嘛 有什么好害臊的 来脱了衣服啊 会比较凉快一点啊 寡妇素贞来到庙里 竟然被仙姑吓了迷样 让一个屠夫给糟蹋了 原来素贞遇到了一对雌雄大盗 他们杀了好心收留他们的老尼姑 霸占庙宇 男人靠偷竹卖肉为生 女人则伪装成庙里的仙姑 一次卖肉时 男人被寡妇素贞的美貌给吸引 但他太着急的到素贞 说了不该说的话 被素贞嫌弃 于是他找到月仙 让月仙帮忙得到素贞 在男人的违逼利诱下 月仙答应了下来 隔天月仙就以仙姑的装扮来到素贞家 第一眼看到素贞时 就被他的美貌索贞撼道 这么漂亮柔顺的女人 难怪无法看上她 连我是女人 也会喜欢 素贞见到仙姑到他家 就很热情地将她迎进了屋里 月仙以画员没有和素贞闲聊起来 素贞见对方是仙姑 便把自己家庭情况都告诉给月仙 月仙见到他儿子生病在床 还好心地送上老尼姑留下的丹药 说服用之后就能很快康复了 送完药之后 他又劝素贞有空多到庙里烧个香许个月 保佑他丈夫能早点回来 素贞见对方如此关心自己 真以为遇到了好人 便干净说等儿子病好了 就到庙里烧香许愿 不久素贞儿子的病好了 他便来到庙里烧香许愿 月仙看到素贞来了 就赶忙拿出米药 放进茶水里 等素贞许愿完之后 就假装好心地让他坐会喝杯茶 毫无防备的素贞接过茶后便喝了起来 喝完茶之后 两人又闲聊了一会 等素贞准备离开时 突然感觉身体全身无力 月仙则借机将素贞扶进屋内 看着浑身燥热的素贞 月仙露出邪恶的笑容 好热 天气这么闷热 又穿这么多 当然会不舒服了 不 你不要脱我的衣服吗 都是女人嘛 有什么好害臊的 月仙说完就开始脱素贞的衣服 很快月仙就脱光了素贞的衣物 躲在一旁的屠夫早就安耐不住了 当素贞一丝不挂时 他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 一番激烈的运动之后 素贞身上的腰性也渐渐退去 等他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两人狼狈为奸的下药后 非常气愤 捡起衣物就要离开 月仙剑拦不住他就威胁素贞 如果他到官府告发他们 那他的明节也就败坏了 到时素贞也就抬不起头做人 听到这 素贞伤心愈觉地跑了出去 而得到素贞的屠夫却笑得一场开心 素贞连哭带跑地来到一座桥上 他想一死了之 可想到自己死了年幼的儿子怎么办 于是他只能放弃轻生的念头 然后哭着跑回了家 儿子一天没吃东西 素贞白天答应给儿子带糕饼回来 可两手空空地他不知如何解释 又跑到屋里痛哭起来 儿子健壮赶紧上前安慰母亲 看着眼前乖巧懂事的儿子 素贞的内心得到了一些宽慰 原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可秃夫却仍旧每天到他家门口交卖猪肉 这让素贞时常会回忆起被屠夫侮辱的画面 以至于他只不时老是出错 这天素贞准备带着儿子出门 可一开门就发现屠夫在他家门口卖肉 素贞见了立马又关上了大门 儿子不明真相 见母亲不打算出门 就玩起了地上的玩具 而素贞毕竟是个年轻的女人 回忆久了那晚和屠夫发生的事情 难免让长时间没得到爱情滋润的素贞有些浮想连篇 按耐不住心中欲望的他 决定要在去庙里体验一次 可刚出门没多久就看到一对偷情的男女被人拉着游街 路人见了纷纷朝他们丢烂菜叶子和臭鸡蛋 背后还有人拿着棍棒一路敲打两人 这一幕让素贞有些犹豫 可内心的欲望还是驱使他继续往前走 没走多远 又看到两个路人在看真结牌放 听到他们说的素贞更加犹豫 望着真结牌放 思索了许久 素贞想通了 还是决定前往庙里逍遥一番 可刚走到牌坊下方 他便停了下来 他的脑海中出现了刚刚那对被游街的男女 想到如果是自己被人拉去游街 到时候儿子肯定也会被人看不起 想到这 素贞突然醒悟过来 他不能这么糊涂的错下去 毕竟女人的真结在那个年代是很可贵的 随后素贞便跑回了家 而屠夫因为好几天没见到素贞 饥渴难耐的他趁着一黑风高 就偷偷潜入素贞的家中 此时素贞被恶目惊醒 发现屋里有动静 便起身查看 不料被屠夫一把安到墙上 威胁素贞从了他 你熬得住 我可耐不住 每天想 我都快想疯了 我假如不肯的话 你得办法也没有 你熬得住 我可耐不住 每天想 我都快想疯了 屠夫吃刀也闯寡妇家 威胁寡妇和他做不可描述的事 寡妇宁死不从 屠夫转头看向寡妇素贞的儿子 看到屠夫走向儿子 素贞立马上前阻止 屠夫威胁素贞 如果不从他 就要杀了他的儿子 无奈之下素贞只能听从屠夫的话 不过素贞有一个要求 别吵醒孩子 就这样 素贞又一次为屠夫给侮辱了 被侮辱的素贞无言面对祖先 只能哭着将祖先的牌位盖了下去 而不安事的屠夫还不肯放过素贞 临走时留下狠话 以后让他到哪就到哪 要不然就要了他儿子的命 素贞只能无语地看着屠夫离开 而当街坊邻居看到屠夫 大摇大摆地从素贞家出来后 很快关于素贞的流言蜚语 就传得满天飞 如今素贞走在大街上 都会被人指指点点 大家都说她是个不守护导的女人 这让素贞心里很不适滋味 而屠夫因为经常去找素贞 忽略了庙里的仙姑月仙 这让月仙有些吃醋 这天晚上月仙见到屠夫便对他破口大骂 指责他有了心欢就忘了旧爱 见屠夫有些反感 月仙说自己是为他好 毕竟屠夫和素贞的是 已经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 希望屠夫能见好就收 要是出了纰漏 他们在这也就混不下去了 可色迷心窍的屠夫 哪里舍得放下素贞 一气之下扭头离开了小庙 气得月仙拿贡品疯狂地砸向屠夫 而最难受的则是素贞 他的名声已经被屠夫搞坏 如今都没人愿意收他做的手工活 这让本就不富裕的他血上加霜 他只能跪在祖宗的排位前诉苦 他不知道今后的日子该如何过 就在此时 儿子跑来喊着肚子 他让儿子先去玩 他去煮饭 可米缸里早就没米了 无奈之下 素贞就准备拿自己的手朵去换点钱 可刚出门就被屠夫一把抓住 放开我 你不是说不再纠缠我的吗 我说话经常不算数 像放屁一样 少奶奶 我高兴什么时候来啊 谁也阻止不了我 你 你也是不是人 不是人 那就是鬼了 我是个大色鬼 大白天在你家不方便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放开我 你不跟我走 你会后悔的 见素贞不肯听从他的 屠夫再次拿素贞的儿子要挟他 素贞为了儿子只能再次听屠夫的话 跟着屠夫到了一个荒郊野外的小破屋里 满足屠夫的授欲 之后的日子 素贞都是面如死灰地坐在家里 可就在他感到绝望的时候 一个男人来到家里 他抬头一看 瞬间瞪大了眼睛 没想到是丈夫会来了 丈夫看到面容憔悴的素贞也是十分心疼 立马上前关心起来 丈夫说了这些年的经历 当年他出海打鱼时遇到风浪 船被吹翻了 好在他为渔夫给追了起来 之后就在当地做了点生意 赚了点钱 这次回来还给素贞和儿子买了很多东西 看到丈夫给自己买的一镯子 素贞却一点高兴不起来 他不敢将自己被侮辱的事告诉给丈夫 更无言面对丈夫 当天深夜 丈夫醒来时发现素贞不见了 丈夫有些担心 起身发现素贞留在桌上的遗书 素贞将自己的遭遇一无一时地写在了上面 丈夫看完信后就追了出去 而此时的素贞正在屠夫的家里陪屠夫喝酒 屠夫对突然主动上门的素贞有些诧异 见屠夫有些醉意 素贞便走到床前 解开一扣 屠夫见状立马扑向素贞 可他不知道这都是素贞的计划 他趁屠夫在享受的时候 又事先准备好的剪刀废了屠夫 屠夫疼痛难忍 冲出屋外后掉进溪水中一命无呼 随后素贞又来到庙里 将屠夫的宝贝拿给月仙看 月仙看到屠夫的宝贝吓了一跳 素贞当即拿出杀猪刀追着月仙看 一番打得过后 月仙被素贞一刀逼命 两个雌雄大盗终于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报应 虽然素贞报了仇 可他觉得自己已经失去真结 无缘再面对丈夫 更无法面对儿子 最终选择了自我了结 丈夫还是来晚了一步 最后丈夫带着孩子离开 这个让他们一家伤心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